在全国三级警戒 大家应该尽量待在家少出门 不过来看看屏东春日香 昨天下午却是有大批的游客 跑到溪谷细水烤肉 有的还没戴口罩 这样的群聚行为 让当地部落的居民气炸了投诉 另外屏东在昨天也公布 新增巴黎的本土个案 大部分是集中在潮州 让当地的居民人心惶惶 县府在今天出动52名化学兵 进行全镇的大消毒 也紧急增设了社区的快筛战 让有疑虑的民众可以及早筛检 好了离开了离开了 防疫期间却有民众违反规定 跑到屏东春日香西边玩水 被远景驱赶离开 非常时期啊 防疫是同作战啊小心啊 没想到才刚赶走一批 过美多久敲下又聚集人潮 甚至打起架子开始烤肉 当地部落居民健壮气氛难耐 乡长更发文抨击真的是讲不听的白浪 有外来的游客群聚细水的事件 我想这件事情是我们死掉位置的一件事情 那再加上屏东县呢 也陆续传来新的本土案例 所以我们乡 我们乡的民众对防疫也都非常非常的谨慎 屏东23日新增巴黎本土个案 其中潮州最为严重 24号早上出动52名化学兵 全副武装在大街上进行全镇大消毒 为了及早阻断传染链 县长潘梦安在中山公园 紧急增设社区筛检站 让证明能够就近筛检 重点区域的里民 如果有遗律的话可以来做筛检 外乡镇的乡亲 如果有北部的旅游室 也可以来这边做筛检 筛检站24号下午正式启用 每天筛检时间为早上8点到12点 以及下午1点到5点共2班 筛检量能一天可以达到200人 才现场取号网络或电话预约 希望有症状高风险接触者 能够尽早筛检 不让病毒持续蔓延 接着苏世伟 屏东报导